帶來精裝修的一個電梯兩房給大家 它的面積是80方 價錢是65萬 為了價單是8000元一方 下面的臨家的商店已經全開了 旁邊也有一條商業街 也有很多食市、小野檔 市場價錢來說 其實都算順暢 它是1065萬元 你看到整個牆身都比較新鮮 都不會有什麼流水、開裂的狀態 這個就看證整個內圓景了 樓間的東西是舒服的 80方 65萬 開始的時候會放到80多 過時的食鴨就不快地了 就算了 快點 放到80多了 就算了 放到80多了 去掉到80多了 吃掉了 就算了 就算了 我會放到80多了 都不會放到40多了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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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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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来接着阿周 今天依然是二手选本时间 今天會推介一間非常臨心 而且帶上精裝修的一個電梯兩房給大家 它的面積是80.5元 價錢是65萬 為下來的價單是8000元一方 這個位置非常臨心 因為我們的樓盤叫德州城 雖然是二手樓宇 但是業主有花心思重新裝修過 總體的保養都非常OK 我現時就是這個保麗廣場樓下 這個位置對面就是我們的感受一號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感受一號 這邊就算二手樓宇都會賣到12000至13元一方 這棟圓圓的樓其實就是200多方的大積 差不多兩萬元一方的價錢 這邊白色的樓宇就是我們的深圳 非常非常臨心 它最近的一個商業體就是我們這個保麗廣場 保麗廣場之前已經拍攝過很多次了 其實就是作為這邊一個 這個西寮區 這邊是一個比較大型的一個商超 無論是說我們感受一號 還是說其他那些 例如維灣中心那邊 都會 目前在現成都是只能享受這個保麗廣場的一個配套 那麼我們這個德州城 它樓下都會有很成熟的一些商業體 那些街鋪已經是 大部分都已經開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急鋪的 因為這邊就入住人群就很多 基本上去到差不多七成左右了 那麼很多那些在深圳上班做事的人 會回來我們這邊德州城去住的 都會有的 那麼這個單位80方 那麼它計下來的銀碼又不貴 那麼六十五萬就可以搞定了 帶上它精裝修 那麼而且就是你 又不用擔心它是旗樓 其他一些問題 那麼 虎形又很正 那麼直吹陽體很方正 樓層在八樓 那麼總高就十八層 中間樓層 其實這麼快已經到了我們德州城這裏了 就是這裏 我們的右前方這個位置 就是這一閘樓宇了 沒錯 那麼下面的林街的商店 已經是全部都開了 旁邊這裏都會有一條商業街 都有很多食肆、宵夜店 那麼這個位置 其實這邊這個方向 就是我們的深圳沙田地鐵口的方向 那麼其實我們這個德州城 都會有直達巴士 可以去回到我們的一個沙田地鐵口 那麼如果是說自己開車的情況下 那麼其實就是五到十分鐘可以到達的 那麼加上一些等紅燈的那些時間 那麼十元雞 打車就是十元雞的費用 可以去到沙田地鐵口 那麼當然這裏可以走回去我們的高鐵 會稍微軟一點點 高鐵可能要大概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才去到的威陽站 那麼如果是說開車的情況就很近 開車去回我們的連塘口岸呢 那麼其實就是四十五分鐘就可以到達的了 那麼羅湖福田就稍微軟一點點了 那麼下面的商業體我就不一一再拍過了 那麼我們就直接進去小區裏面拍拍的內緣 那麼還有進去實體單位現樓嘛 那麼看看裏面的狀態是怎樣 OK 那麼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德州城的樓下的內緣裏面 那麼跟大家大概數一數裏面內緣有些甚麼設施 看看維護度成怎樣 其實整體的綠化都做得非常OK的 都會做到人車分流 那麼它裏面上面就停不到車 它都是一旦就外面地面 一旦是地下車庫的 那麼你這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我們一個小區花園的一個泳池來的了 那麼我們呢 今天介紹好一套單位呢 在八樓 那麼就是正正在望正整個花園小區裏面的 就是這棟樓的 對了就是這棟樓 那麼你見到呢 就這棟樓了 這棟樓了 那麼其實就陽台都是這一壺 就這一壺 對了沒錯了 就這一壺 這樣它那個露台呢 看出去都看了我們整個內圓 那麼這個德州城呢 現樓狀態呢 其實它入住率是很高下的 因為這邊呢 很多那些臨心做事 去深圳平山那裏做事的那些黑戶人群 其實會選擇回來我們那邊德州城去居住 或者是買回這裏 因為這邊呢 其實所有的配套都很成熟 就是無論說從你的品質來講 還有價錢 還有性價比 是不是 那麼這裏呢 其實它就物業費呢 是一個半銀子 一個方而已 那麼如果是說這套單位呢 八十方呢 那麼其實算下來呢 都是 一百多元左右的一個價錢而已 那麼其實就是 價錢呢 管理費就不高的 但是它整個內圓呢 它給回我們的一個質素的管理呢 其實都算可以啦 比較中規中矩啦 還有它所有那些呢 都是七十年產權的嘛 它就不是公餘來的 又不是公餘性質 那麼 那現時來說的話 就按照現在 目前這個市場價錢來講呢 那其實就是算損的 那它才六十五萬而已嘛 八十方 是不是 那如果這邊呢 最新的那期呢 在賣的是 一萬一元左右的一個價單 我們呢 直接上去呢 那個 即是實體單位 再拍攝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走過去前面那個樓洞 樓下看看先 大堂也拍攝了 好嗎 那其實就是我們這一棟的 我們已經走到了 因為呢 其實小區內原不大 是 這邊呢 進去 這個大堂 總高十八層 兩升升四夥 這邊一個門禁系統 那 訊箱這個位置 那它每一棟呢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樓掌 那其實都是屬於一個 管家類型的一個工作 OK 那我們再看回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升降臨位來的 兩電梯 四伙 總高十八層 我們直接上去 再開機拍給大家看 現在來到我這個八樓的實體單位 我們對對的朝向 這套單位是八十方 入正 其實是八十點多 我們記八十就可以了 這個方位其實是朝正我們的正南方 你見到雖然八樓 但它望正我們來源 真的很舒服 你見到這邊的樓間距其實都可以 下面就是我們這個泳池 都是我們二期的一個泳池 裡面的花園不大 整個德州城是很大規模的一個小區 分一到六期 這個就是二期 早期的產品 但它裡面的間隔內隆 都是做得很舒服 我見到這個露台 看看這個大小 首先這個 這個闊度有約束是大概米八左右 米七、八左右的這個闊度 兩米就未到 這邊有一個這樣的洗機位 雖然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會有少少 那個隔離那個 路邊有少少噪音會傳進來 因為我站在陽台有少少感受到 但它就不是正正是 最靠路邊的那棟樓 它稍微入了少少 那這邊這個就望正 整個內圓景 樓間隔離是很舒服的 一些傢伙 它都是以自住的標準 去裝修 重新裝修這套單位 你看到這邊是一個這樣的雪櫃位 它把雪櫃放到餐廳 後面其實就是一個電制 plug 我們再過去慢慢看 今日門位 其實他在做了兩道門 穩固, Они全全的安全 有一個木門 有一個鐵門 到後期可以自己佳裝 兩升升級四 oct 貨sel減部不少 這感覺 它的走道浪費很少 供貪面積比較少 這個位置都可以做一個小小的櫃 這邊都會有一個鞋櫃 這邊就是一個廚房位 廚房位是一個長條形的L螺形的廚房位 當然這個顏色的格調稍為舊色 不會特別像現在的潮流的感覺 就會差一點 這邊都是一些防滑地面的磚 這邊同樣有一個窗 這邊窗也是可以看回我們的內圓 這邊都是天然氣的管道 這邊是做頭位 我們再走出去看看這個廚房的情況 這個過渡位其實是闊落的 如果是80方來講 這個做這麼漂亮的兩房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再看看這個小房 兩間房間差不多大 這個房間是1.5mm的床 這邊有一排的衣櫃位 其實這個衣櫃是兩個衣櫃組成的 但它就沒有訂製那隻做到頂那隻 這個看回瓷磚 瓷磚也是這種房木紋的瓷磚 它就不是說是那隻地板 這邊同樣就是一個我們的落地窗 這個是落地窗 採光面是夠的 這邊看出去其實就看回我們的內圓 其實都很舒服 是很安靜 真的不會吵 我們再走出去看看我們的廁所位置 廁所正在兩間房的中間 就是一個眼鏡房的壺形 廁所其實就沒有做乾濕分離 如果你後期要做 可能就要改動一些 或者犧牲少少這邊一個 升盤的位置 將馬桶位移移 可能就OK了 這邊也有一個名窗 這邊呢 場邊都做了一些上場的瓷磚 都做了 吊頂都做了 我們再看看這個主人房 它業主其實就維護得很好 好像這些床 這個床 米八大小的床 它都會蓋上一些東西 因為它現在沒有住 就會沒有那麼多塵 這邊有個衣櫃位 這邊其實就是它自己 其實這個是落地窗 只不過它犧牲了下面的窗 就做了一排這樣的櫃 一排這樣的儲物櫃 這邊看出去都是看著我們的內圓 其實都很舒服 南向看內圓 這邊還有 其實這個位置是寬的 但這個業主應該喜歡彈一些古增 這邊是一些古增 這些器材 八十方 六十五萬 二手留意最怕有沒有什麼漏水 其他情況 其實你看到整個牆身 都比較新淨 都不會有什麼漏水 開裂的狀態 這間屋 就算買進來 你可能就閃一閃灰 其實就可以了 或者換回一些家電 其實就可以入住了 你不用麻煩 這些的話 又不用再後期 再頭痛 如何去大攪裝修 是吧 在這麼軟心的位置 這些不值不高的 現樓的兩房 其實是有性價比的 這套單位 都是我們篩選過出來 以前業主的可能放的價錢 比較高 現在都倒下來了 現在就六十五萬 開始的時候 放多成八十幾 那時候的性價比 就一般 業主本身這套 是過五年為一 沒有什麼稅費 無非是客戶交一個契稅 如果是手套的情況下 其實總的費用都是很低 而且我們德州城 這個樓下都自大這麼漂亮的商業 因為上一期我和小玉 Yuki 拍了我們德州城 武林廣場的大商業體 其實附近是很旺的 而且這個位置 又可以巴士 直接回到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這個位置 如果是自己打部車 打部滴滴 大概是五到八分鐘 都可以到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非常之臨心非常之近 當然如果你說選擇 開車回到我們的口岸 其實都是攬了四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就可以去到我們的連堂 如果去到羅湖 福田那些 就五十分鐘六十分鐘的車程的時間 其實就是會比較臨心的一個二手損盤 對 如果這麼漂亮的烏盤 和這個價錢 其實就是買一個 我覺得 當然如果你想對比周邊的生盤 我們公司都有代理很多 對 如果各位觀眾 對我以上介紹這套二手損盤 有興趣的情況下 就隨時 電話 或者微信 或者WhatsApp 都可以 想要更詳細的資訊 都可以問問我 這期就分享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